利比亚临时权力机构集中兵力 对被推翻的领导人卡扎菲最后留下的据点发起袭击 同时在沙漠小镇巴黎瓦利德 以说服忠于卡扎菲的部队和平投降为目的的谈判陷入僵局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首席谈判员坎西勒说 亲卡扎菲的部落长老拒绝了一项条件 继他们在得到医疗用品的同时 当局的士兵进入该城镇 当记者问到谈判是否已经结束时 坎西勒回答说 他们这边的谈判已经结束了 目前还未得到来自另一方的评论 这个距离首都迪迪波里东南部 约170公里的小镇 据信急缺救护车、医生和包括水和食品在内的用品